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刘坤 然后今天本来就吃完饭 洗完洗完澡准备睡觉呢 但是老婆突然间说 要让去买 家里没牛奶了 然后睡里面买一点牛奶 然后再去买点那个面包之类的东西 然后药局就是卖药的地方 但是它里边卖的日常品 所以咱们去那地方看看 买点东西去 现在开始出发 今天天气比较冷 所以就是注意一下 那个保温的情况吧 那咱们现在进店 因为是我一个人拍 所以我不好意思举着进店 所以我还是拍着我自己进店 不然我都不好意思 我原来涨镜了哟 这些是一升牛奶 158日元 虽然税的话171日元 然后买一个这样的 然后拥有老婆怀孕了 然后又要买一个不盖的 还有铁肺还有叶酸 看这肉 它的肉类的方 这个是药局的肉 所以肉很少 就这几 就这几 很少 这边是香肠 还有就是 火腿肉之类的 是青菜很少 像这种 就是一般的简单的青菜 或者就是那个 乌冬面的 还有炒面的面 还有纳豆 类的东西 这边是调味料 那顺利面的调味片 然后蛋黄酱 有各种各样的蛋黄酱 这个种是 就是它的那种 那种叫cal 就是那种 热量 65% 就是去除 只有35%的热量 就是低热量的那种 因为蛋黄酱 是用油跟鸡蛋做的 所以油比较大 所以就会就是热量 比较大一点而已 还是买这 就买这种吧 是为这健康吧 那这边是油 然后我现在去买 买那个 再买两个面包 我明天早上 去打工吃的面包 还是买这个吧 因为一直有吃这个 因为天气冷 能吃 我平时喜欢吃这种的话 他要用那个 用微博转一下的话 会好吃一点 不转的话不好吃 所以 所以还是买这种 不用微博罗也好吃的 好现在开始去负责了 然后就是刚才买东西的时候 他问我 有没有会员卡 没有会员卡的话 就是可以有那个积分 我说会员卡在家里面拿 然后他说 他就把那个积分给我打到那个 那个小票上 然后下次拿会员卡 然后他可以再把那个积分 从你累积的小票上 就这样 然后我负账的话 是用的那个 我在另外一个超市办的那个 办的那个叫什么 唇签卡 就是 就把钱存里边 然后可以用那个付钱 那是医用里边的那个钱 好了 我到假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吧 好下期见 拜拜